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将近三十年 先后参加过伯望坡之战 长坂坡之战 江南平定战 独自指挥过汝川之战 汉水之战 击谷之战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 除了四处征战 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 一军将军都将走 不过在蜀汉将领中 特别是蜀汉五谷将中 赵云的官职却要低于关于 马超 黄忠 张飞等人 这是为什么呢 亦首先 退于关于 马超 黄忠 张飞 赵云这五位将领 三国志平化中将这五人同归于五谷大将之中 这个五谷大将是民间称呼 并不见于正史 最早乃是源于三国志中的官张马 黄赵传 功能二百一之九年 刘备晋位汉中王时 关于位前将军 张飞位右将军 马超位左将军 黄忠位后将军 黄忠位后将军 当时的赵云只是义军将军 在东汉时期 武将的官职按照大将军 孝喜将军 居记将军 魏将军 前 后 左 右将军以及杂号将军排序 二与此相对应的是 对于赵云来说 当时担任的义军将军 属于杂号将军 在地位上低于关羽 马超 黄忠 张飞等人 等到刘备建立蜀汉后 关羽 黄忠去世 马超被封为票棋将军 张飞成为狙击将军 而就赵云来说 建兴元年 公元223年 刘备并视永安宫 后主刘禅继位 赵云由中护军 征南将军 先卫镇东将军 并封为永昌庭侯 也及赵云当时的官职 依然低于马超和张飞 对此 在笔者看来 赵云在蜀汉武谷将 中官职最低 第一个原因就是赵云的出身和影响力较低 三在东汉末年 因为世家大族掌握了大权 所以出身对于一个人的地位影响非常大 比如 家族四世三公的袁绍 就成为东汉末年势力最强的诸葫 而就刘备来说 也总是强调自己是中山晋王之后 在蜀汉武谷将中 赵云是草根出身 与此相对应的是 关羽 张飞虽然出身不高 却是刘备的结拜兄弟 特别是关羽 成名教导 是汉县帝侧封的汉寿亭侯 而马超在投靠刘备之前 本身就是一方诸侯 是汉福波将军马元的后人 至于黄中 投靠刘备之前就是刘备手下中南将 而且后来还有斩杀名将夏侯元等战功 四最后 除了出身和影响力之外 赵云的官职较低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赵云长期执掌进军 在战场上的功绩无法合关于 张飞 黄中 马超乃至于魏人等人相媲美 比如赵云曾经担任的中护军这一官职 始于东汉末年 当时的曹操江护军改为中护军 领军改为中领军 并令其掌管进军 素位皇室 地位颇重 由此 虽然赵云的官职不高 但是 在信任程度上 赵云却是深受刘备和刘缠的信任 换而言之 赵云之于朔汉 就如同徐楚 点为之于曹为一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